有一个网友让我来俄林公园逛一逛 他跟我说俄林公园会有很多惊喜 但是我没有来过俄林公园 今天我们一起去探寻一下 俄林公园它有什么样的惊喜 因为我没有来过 我也不是重庆人 是一个重庆的哥们 他给我留言让我来这里逛一逛 说我会看到意想不到的惊喜 走吧去看看 一起去探索 哥们你让我来的是这个地方吗 俄林公园 我现在进来了 你们看一下 这公园里面很干净 虽然说公园里面有很多植物很多树 应该会有一些落叶 但是 你们看 这个公园 被打扫的很干净 我不知道 这位网友你让我来这里是 是让我看什么 我自己去探寻吧 我在这个俄林公园山上呢 发现了一座当年苏军的一个烈士陵墓 当年苏军的一个烈士陵墓 这个呢 就是当年抗战的时候啊 苏联的志愿军啊 来到我们国家 帮我们一起 抗战死去的 军官的一个目的啊 虽然说 这些 苏联的军人啊 没有 最后没有能够回到自己的故土 但是他的 灵魂呢 会永远的留在 中国人民的心中 我身后呢 就是 这块墓碑 刚刚我们看了 那个苏军的烈士墓啊 其实当时在二战的时候啊 美军也是对我们是有所帮助的 也有很多美军的飞行员啊 死在重庆的 但是呢 在这个俄岭山上面啊 我是 只看到了那个苏军的烈士园 至于美军呢 就没有 可能由于时代的变化 如今美军的待遇啊 就没有苏军那么好了 我身后这栋楼是俄岭公园的最高建筑 看铜楼 据说在上面可以看到整个重庆 渔中区 包括 江北 江南的所有的景色都可以看得到 我们现在上去看一下 我现在已经爬到了这个看铜楼的 看铜楼的楼顶了 从这里看重庆啊 果然是非常非常的壮观啊 我先环顾一周给大家看一下 由于我对重庆啊不是特别熟啊 所以呢 也没有办法给大家介绍 这四周分别是什么地方 但是有一点呢 我是知道的 就通过河水的颜色我能分辨出 这个是嘉陵江 因为它的这个流速比较缓嘛 所以它的这个河水啊清澈一点 然后 这边啊 这边是长江 因为流速比较快 而且这个洪水啊刚刚退去 所以它这个水啊还是比较浑浊的 非常的黄 然后 远处啊 远处那里全部都是云啊雾啊 已经挡住了那边是解放碑 就是我住的地方 如果天气好的话 这个角度是应该可以看到朝天门的 朝天门的来福斯广场 这里还是很推荐你们过来 过来打卡的 过来看一下的 因为这里啊 是不需要花钱的 你不需要买很昂贵的那种大厦的门票 比方说 啊什么什么中心啊 八十几楼啊 或者多少层啊 要花个两百块钱 上去参观 这个地方你不需要花一分钱 而且你可以俯瞰整个重庆市的全貌 四个角度 而且没有玻璃 夏天呢也很凉快 现在这个天气过来刚刚好 不冷不热 你可以看到长江 可以看到嘉陵江 而且如果你是摄影爱好者的话 你来这边 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最后呢 感谢这位网友的推荐啊 这个鹅里公园果然是值得来的地方 他在这个看藤楼上面啊 是可以看到这个重庆的全景的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壮观 你们来重庆旅的话 一定要来这里打卡 一定要来看一看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结束了 欢迎大家收看 拜拜